中国的喜剧片市场 周星驰肯定是令人最印象深刻的 开创了无厘头风格的周星驰 无疑是当年的喜剧片的领头羊 拍出了无数快智人口的电影 成为了我们很多人的童年回忆 我们都能耳熟能详地说出周星驰的很多电影的经典台词 每一句经典台词都是我们满满的回忆 周星驰在喜剧上面一直都是无人能超越的 他就像是喜剧的一块里程碑 而其他的明星都很难比拟 但是他却一直都是非常严格 他为了自己能拍出好作品一直都是不管不顾 这也就导致了他在观众心中地位很高 但是在娱乐圈明星们心里一直不是很好 这就是天才的孤傲吧 事实上周星驰的喜剧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开心 他对喜剧的理解很深刻 在欢乐的背后还隐藏着一种刻骨铭心的悲伤 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超越了一个时代的东西 虽然他已经被冠上了滑稽之神的称号 但是最终还是难逃被人诟病的命运 在拍戏《少林足球》的时候 他让合作伙伴黄一飞在自己的脑袋上砸了十几个啤酒瓶子 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表演效果 最终黄一飞被打成重伤 从此与周星驰彻底决裂 周星驰也因此被冠上了一个片场暴君的称号 帮我八个瓶 再来 再来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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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碎了 你轻手就不好了 帮我八个瓶 吹血 那些瓶是真的玻璃瓶 这样就很硬了 好像绿色的啤酒瓶子 然后加点水才行 一帮下去震荡 散 然后帮我八个瓶子 真的留完 再问 不过 周星驰并没有多说什么 依旧是一副沉默寡言的样子 有些人觉得周星驰太固执了 但更多的人却觉得 这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作品 对自己的热爱 在《时审》里 他和他的合作伙伴吴梦达为了得到最好的结果 连续吃了十多次面条 最后都吐了出来 而在《海妖》中 他更是让邓超 林云等人 一口气吞下上百个肌肉 周星驰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对电影的热情让他看起来特别的坚持 周星驰拍摄的经典无数 连名字都成为电影票房的招牌 但周星驰表示 如果可以重来 他希望年轻的时候不要这么忙 他要把时间留出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如今已经六十岁的周星驰仍孤身一人 对于个人感情他曾不无遗憾地说 我老了 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 很多粉丝表示年龄不是问题 归根结底是星爷不愿将就 也有网友认为周星驰拍电影追求完美 估计找另一半也是如此 而正是星爷的不讲究 追求完美的处事态度 铸就了他的专业性 业有诚才结婚 我自己真的觉得我自己真的有诚的时候 我先考虑这个问题 还有机会呢 你为什么这么问呢 因为年龄也就遇到了 你才多大 你都知道了 我都害怕说出来了 现在我自己的年龄 我现在已经是50岁了 有些事情我好像还没有 还没有讨好的做过 在之前的时候周星驰上了一档综艺节目 就是鲁豫主持的一档综艺节目 采访类的名字叫做鲁豫有约 而这一次周星驰便是来到了节目中 在里面也是回答了很多主持人的问题 但是当时出现了这样一个小状况 那就是周星驰上节目的时候手机突然间响了 当时手机铃声直接打断鲁豫的话 周星驰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的发生 于是鲁豫说是手机响了 赶紧接一下吧 但是没想到星爷却是直接将电话给挂掉 并且还放到耳朵上装作打电话的样子 当时逗笑了很多的观众 他说道 没有什么事情能大得过现在的采访 当时很多人都佩服周星驰的敬业了 而这句话让鲁豫感到非常的感动 从这里就能看出星爷平常工作时的态度了 对此 你怎么看 周星驰 他真的是一个大师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没有人可以靠你 反正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 很棒的导演 很棒的演员 非常认真的一个导演 认真的一个演员 最认真是这个山太高了 我翻过去算了 我再整理过我的问题 你觉得有没有谁会取代你 取代了 取代了 周星驰取代了 他这个 星驰有三人 星驰有一个天庭 这就会 老子